靠說話作為職業的人 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 會是主持人 所以小姐 妳是靠說話 作為職業的人 妳很喜歡這個 花瓶的角色對不對 說妳靠嘴巴吃飯 妳會覺得很... 我還好 我沒有很在乎 嘴巴這件事 OK 所以靠臉吃飯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妳整集都保持沉默也可以囉 可以嗎 當然不可以 應該有越來越多 觀眾會覺得演藝圈 有越來越多做自己的女生 應該是妳帶起這個風潮是吧 那還叫不敢當 請問是塗了白臉嗎 沒有 我就是那時候打工 不知道那個技術拍沙龍照 都要打工 她有沒有很像 妳這是靈異女王耶 她有讓妳自己的那種 有... 照片裡面看起來 妳的鼻樑沒有這麼高耶 我覺得是瘦了的關係吧 因為我鼻子真的是真的 可是大家看到我都說是這樣 因為她的鼻樑就很... 就是從眉頭開始就有鼻樑 那種從這裡就有鼻樑的人 而且妳真的可以摸她 她真的是真的 是真的耶 那胸部呢 胸部可以摸 是真的 妳就是在等這一刻對不對 對啊 可能大學生在沒到這裡 還就為了被摸出嗎 對啊 所以看到他們這種二十歲的 會覺得說 當初我可沒有什麼 這麼需要整形啊什麼的 對 而且我覺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真的也很不懂 因為以前化妝 就是看那時候的那個照片 為什麼會這麼有點土味 就是以前也不懂怎麼樣 戴假睫毛 那我自然為我的眉毛還滿濃密 所以我每次就刷...就出門了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每一次 譬如說有女星合照的時候 我都是最暗淡的那一張臉 可是我不覺得我醜啊 只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化妝技術還沒有這麼的亮 是說妳們合照 妳也覺得她暗淡 可是妳會不會看到小白 會想說老娘還是比妳漂亮 就雖然我年紀比較大 不會啦 我覺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跟優點 最近有一個稱號在演藝圈 可能已經泛濫到大家要吐了 就是宅男女神之類 是在講妳耶 妳不是宅男女神嗎 宅男不是喜歡我的耶 我是同志女神 妳現在已經有些位子願意讓出來 不願意啊 因為同志圈是把我奉為女神 可是宅男圈好像真的沒有 所以妳有在不高興嗎 潘慧如的家臨近國防醫學院 位於內湖的豪賊區 當初是為了媽媽而買家 同樣有24小時的保全 而此外 從窗戶看出去的景色 也不至於太過奇怪 這就是他們潘慧如漂亮的家啦 好宅耶 好可愛喔 而且妳那個裝潢 她那個地段都很不錯耶 結果後來那個售貨師就跟我說 那妳想不想去看對面有一間 她覺得還不錯 然後她是說一層一戶 我聽到一層一戶 我眼睛就亮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去看看也沒事 我就去看 結果她一推開門 我就是被那個客廳的景觀 喜歡 因為它整間就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 這感覺好舒服 很明亮 而且採光超好的 採光超好的 一層一戶有多少的藝人 能住到一層一戶啊 今天現場 只有徐欣帝跟潘慧如兩個人 真的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一拳兩步 另外一步也做我們壓力 對 但是地段不一樣 妳也不要講話 妳就可以講這一句對不對 地段不一樣 下位屁啊 小白 妳... 妳真的覺得妳是一個摔人是不是 就...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很容易跌倒跟踩到大便的人 然後昨天在蕊王搞之後 我又被我家的狗咬 我就瞬間覺得 我怎麼這麼衰啊 就之前可能沒有覺得 自己這麼高的 對...剛剛一進棚又踩到白雲嘛 對不對 那妳在大學生後沒開始走紅 這個總不倒楣了吧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走紅啊 帥君 是 妳會覺得以妳名模的身分 有被小白他們威脅到嗎 他們就是藝人 我們還只是就是兩腳踩 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卡住 可是萬一有廠商 請妳走一個活動的時候 後來通知妳說 這個工作我們請小白做了 那妳就會覺得被威脅到 對 可是實際上 他們現在就接很多商業活動嗎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過分啊 然後他一直說他自己不紅啊 我就覺得如果接我們去濕大陸 如果或去夜市 就擺兩個牌子 搞不好他... 認識他的人會比我多 所以妳是不是覺得 他就是屬於那種已經考90分 還要在那邊囉嗦 是不會啦 他還是很可愛 我真的真的不覺得耶 我沒有在裝耶 那妳要紅到什麼程度 妳才會覺得真的紅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真的要像S姐看我歌這種才叫做紅啊 我紅成這樣耶 我真的 我沒辦法比啊 這樣沒辦法比啊 妳應該很擔心 誰應該贏我啊 沒辦法比 看線排除那個事情是 這個是... 應該是八年前 差不多康熙多久了對不對 康熙才六年 那差不多就六年前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第一年 康熙第一年 那時候我有問小S 對 然後就說 我知道小S有歌過就也是熟漢 那時候他熟漢很多 沒有 那時候有聊到嘛 是新聞嗎 六年前妳還好吧 這個是煎餃 這也是我們的餃子之一 妳是特別弄成這個形狀的嗎 對 這裡面有一種蔬菜是 一般水餃裡面沒放的 不是 現在我不知道 妳吃的是哪個口味 我們有六種口味 大白菜 S 吃餃子要講吉祥話 餃子代表元寶 祝大家虎年 招財盡寶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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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得過金鐘獎 我就怕她獎 妳姑姑是錢德月小姐喔 對啊 那妳最近不是煩死了嗎 錢德月妳們知道嗎 錢德月妳們知道嗎 錢德門我知道 妳們都沒有在Follow妳 妳們都沒有在Follow這個消息耶 丞翰妳們跟他們解釋這個故事 這好講嗎 妳試試看 訓練自己 就是有一些那個緋聞嘛 對 那... 她的身分是什麼 名媛嘛 對不對 然後她是已婚嗎 就是那個啊 妳知道嗎 講到這裡是不是 對啊 妳如果再講到這裡的話 妳就做到今天 對 出實在的姑姑本人我也常見到 因為妳也知道 我現在加入豪門 妳給我趕快找出來 這是男朋友還是會 算是朋友的朋友啦 對 話說到這裡這樣 姑姑會不會想說 這一陣子都不要參加那種 會遇到朋友的聚會 免得大家用奇怪的眼光看她 因為姑姑應該是還好 因為大家認識她的人就知道 所以不會特別的想要就是不出去 可是最近她真的 有比較常待在家裡 妳們這些名媛可被留一個 故事也不介意 對不對 我不算名媛吧 我是主持天后耶 像跳這個舞的很多的網友都說 其實腳很忙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手好像指頭已經很忙了 可是她的腳是要不斷的跺步 是嗎 那可是妳怎麼知道 妳的這個舞在正牌的編舞老師眼中 看起來會不會很幼稚 妳怕不怕這件事情 因為我眼中 並沒有什麼正牌的老師啊 KIMIKO那些人 我想他們應該懂得欣賞 所以妳一點都不怕行家的挑戰 像我根本不在乎劉正的想法 妳今天又沒有來啊 她沒有來 妳今天放過她 妳要順便罵一下林志玲嗎 林志玲練不起來啦 好的 先幫我練演戲吧 妳 妳姐的歌喉跟妳的歌喉 這幾年進步的誰比較多 我跟妳講 真的是不同歌路 因為我是阿內的路線 她是王妃 真的啦 我是那種 哈囉 妳這什麼表情 那個除了片尾曲之外呢 妳姐姐也擔任小小大的藝術總監 然後這藝術總監是要換 所有小小大樂團的形象品 對 包括服裝啦 可能還會牽扯到表演的內容 所以這兩次在康熙演唱會裡頭 小小大的表現 大部分都要歸功於大S嗎 是 因為第一場北京 我們表演完之後 我們有拿那個槍護射 那個想法是她想的 那妳... 所以妳是毫無貢獻啊 身材 舞蹈 要不是她的話 就不會有單位邀請我們小小大 去演唱 對啊 我是幕後推手 我的主持人那一次 妳用妳的惡勢力 那一個新團體出現 對... 所以妳覺得自己很沒用 是 對...